好啦 螺子植物其實裡面來講呢 有很多要去解釋的 那 在之前事實上不講螺子植物 不講被子植物 有一個部分因為這是要放到你們的分類學去教 但後來發現好像全部都是選球了 所以有些東西是上不到的 植物解剖權應該會上到一些 但植物解剖權現在可能還是以內部結構為主體 你們可以摸摸看那個刺啊 那個刺已經被 摸過很多這其實很可怕 好 這類型的 螺子植物 其實也不是單一系群要先強調 我們在講的螺子植物其實所有的特徵在講的都是松山柏這類的 為什麼呢 其實螺子植物裡頭還有什麼 你們會去磕到的一個東西 叫做麻黃 講麻黃 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藥材裡頭叫做正殼的藥劑 講簡單一點他的衍生物叫安菲他命 所有人大概就知道 另外呢 像全整個一個世代裡頭只長兩片葉子的叫做惡葉樹 那真的你看到他這一輩子就是那兩片葉子一直長 那個在哪裡 那個在非洲 那個在非洲 那個也是螺子植物 所以 螺子植物並不是你想像中 一定就會形成求果類型的 不是請記得 只是因為他的配豬裸肉 直接形成種子 就把他歸病到螺子植物 所以螺子植物其實他是一個多系群的 像你們所吃的 銀杏 對不起 他也是螺子植物 而且呢 他是落葉性 所以 我們都會講說 松山柏或 之前會 在 國中或相關的一些課本看到說那個什麼 不落葉 對不起那特徵都是不對的 都是不對要先強調 第一個 螺子植物的主要特徵 包子體 他這一輩子基本上都是以包子體為主 第二個 你看不到他的 明顯的配子體特徵 所以 我們在之前所佔的 苔藓植物 是配子體為主的 我們在講的 蕨類植物是包子體 配子體 各獨立生存的 到 後面要講的 螺子植物 你所看到的是包子體 配子體 變得很 簡單 熊的 就變成花粉 瓷的 就變成 胚豬 就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 一般來講呢 螺子植物沒有一年生的 螺子植物通通是多年生的 都是多年生的 木本植物 只有少數是 雅冠木 或者是藤本 那很有趣的 像麻黃 台灣沒有 還好 有的話 大概就被管制得很嚴重 麻黃這個東西呢 在美國 其實你在很多的 乾旱的 沙漠邊緣都可以看到它 那它什麼呢 它事實上就是那種小小的 大概 30公分到50公分 大概到你膝蓋左右 的小型的 灌木 那它的枝條 曬乾之後 理論上就是中藥材裡面在用的麻黃 不管哪一種都有同樣的效果 所以不管到哪裡 你只要找得到麻黃 你只要有辦法把它萃出來 把麻黃鹼萃出來之後 再往下就可以去製造 安非他命 所以 有一段時間 你只要到中藥材裡面跟它講說 我要買10斤的麻黃 你不然被警察抓 事實啊 而且我跟你講 很可怕是 這個東西因為在中藥材裡頭 用量很大 因為它真的就是正可很好用 科學中藥都有人拿去 再把它萃出來去做安非他命 所以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好 那 這類型的 藤本的就是 買麻藤 買麻藤跟麻黃是同一群裡頭的 買麻藤在台灣沒有 聽說有人偷偷拿進來中 有人偷偷拿進來中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 上次還發生過 直接通告 農委會的某單位 請他去鑑定 因為怕是 這個 怕 他 被當成他 然後萃取出來做什麼 萃取出來做麻黃鹼 就這樣子 買麻藤在東南亞 它是熱帶分布的一類群的植物 很有趣的 就是說它的 那個 甲種皮的部分 它不是真正的種 它不是那個果實 但它的種子外面會形成一個甲種皮 甲種皮的部分可以被壓出來 可以被 拿出來做什麼呢 做一些 我們在講的零食 你如果到印尼 你到馬來西亞 你可以買到 買麻藤做的 Crips 就是我們在講的那個 早餐在吃的那個 Syrup那種類型 那叫什麼 玉米片 但你如果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你常常吃到的不是玉米片 或者說你到印尼吃的時候不是玉米片 是買麻藤片 好 那 剛剛講的 這裡頭有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基本上大家都是不落葉的 有兩群會落葉 一群是銀杏 所以到了秋天快冬天的時候 台灣唯一種銀杏的地方是在 西頭 事實上還是有人種 但是在西頭它有一片的 銀杏林的 到了秋冬的時候它就會自動變黃掉入 那 在美國的很多 溫帶的地方 他們把它當作行道樹 或者是庭園造景樹 在種植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景觀樹 但是很討厭的一點 在美國你會非常厭惡這個東西 很臭 它的種子成熟之後掉到地上被車輾過 那個甲種皮破掉之後 那個味道是你想三天都不要接近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味道 外面有沒有人聞過 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個味道 反正 你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我很佩服 隔壁鄰居有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人會去撿 他們真的會去洗 他們真的會把它敲開 吃裡面的白骨 我們吃都買罐頭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你洗乾淨的一顆一顆的那個 白果 他們不是 他們真的就是自己到那邊去採 所以我還蠻佩服他們 因為其實很難處理 他把外面的甲種皮 洗掉之後 清掉之後 再來裡面的殼很硬 你真的要拿小狼頭一顆一顆敲 那其實很累 好 那 一般來講呢 到了螺子植物這個部分呢 很清楚 它是有形成層的 它已經跟蕨類完全不同 它不是管狀中柱了 它就是比較偏向於 被子植物的 木本植物的這個類型 就是所謂的真宗柱了 然後呢 一樣它一開始是一環 然後再來它的形成層會慢慢的連結在一起 變成整環的構造 然後往內往外去形成 赤身組織 所以你會看那個樹越長越大 而且現在所知道的 全世界最高的樹 最大的樹 基本上來講 是螺子植物 你如果去看你們Campbell biology裡頭 會舉的是什麼 對 沒錯 結果他們沒有看到台灣的台灣傘 聽說已經把世界也幹掉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很多東西是真的慢慢發現才會知道 好 那 但是呢 考試的時候如果最喜歡考 尤其 我看每年大概 高中考大學的或者是相關的一些考試一定會出這個東西 螺子植物基本上是管包 然後呢 嫩皮布是腮包 兩個是跟 什麼呢 被子植物是不同的 不一樣 結構是完全不同的 那 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辨認特徵 有時候其實你在野外常常會被騙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所看到的台灣的這些螺子植物 螺子植物有很多很有趣的 好 葉真行不要被騙 大家都會講嘛 因為松山柏 所有的資料講的都是松山柏 葉真行 條形或菱形 極少數扁平的闊葉 什麼是扁平的闊葉 銀杏式 二葉樹式 還有你們現在外面所看到的羅漢松 竹伯 貝特三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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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貨葉形 所以在蘿子植物的整個演化的過程事實上被討論很多的一點就是 他有一區 他有一區是屬於所謂的寒帶溫帶起源群 是屬於所謂的寒帶溫帶起源群 種子 胚豬也都完全不一樣 那 根呢 其實是很強大的主根 我不知道 你們家裡現在還有沒有那種東西 大概在台灣應該是我小時候大概20年前 20年前的 20年前的 我那時候也不小了啦 大概20到25年前有段時間台灣 一般老百姓的家 尤其是那個剛好經濟起飛之後 大家很喜歡在 家裡放一個 檜木的 原木的桌子 那也都那種怪怪的形狀 有人家裡還有嗎 沒有 現在都沒有了 每個人那種買都很貴喔 一個可能 那他當時的價格是5萬10萬在起跳的 那為什麼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是日據時代 在砍發那個地上部之後 樹頭沒有處理 樹頭沒有處理 或者是樹頭有被挖起來處理丟到山溝裡頭去 結果隔了幾年之後呢沒有爛掉 沒有爛掉把它搬出來 因為它一樣有檜木的香味 一樣木頭沒有腐朽就把它慢慢的整理 把它拋光 把它弄成桌面 賣給你當作家裡的原木桌 有一段時間那個非常非常流行 那是什麼 那是它的主根 就是根根進交界的地方 是地上部被砍掉之後留下來的 所以那個奇形怪狀的原因在這裡 有一段時間就有大家很愛 還好我們家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親戚家裡頭有 結果 長輩走了之後 小孩跟我講說 哥哥你會幫我找個那個 吊車來幫忙 要怎麼搬出去不知道 很佔空間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一個桌子大概是你們現在這邊這樣拉起來 四五個位置這樣打起來 所以很可怕 好 那 那 一般來講呢 它包子體非常的發大 所以你看到的 你現在 在 體育館旁邊看到那個羅漢松 白羽羅漢松 你看到都是包子體 然後呢 你看到的南洋山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現在到山裡頭 你到台灣的各個地區看到的神木 可能是校南 可能是紅塊 可能是台灣山 各種都有可能 那這都是包子體 那 配子體的部分 對不起 不容易看到 要先強調 繁殖器官 對不起 這邊寫花 請記得我們應該把它稱之為 求花 或者是你們國高中課本 直接就寫求古 其實 在 羅子植物裡頭 這樣的稱呼 松 三 薄類 是沒有問題的 在 書鐵 有問題 書鐵的 熊 球 沒有問題 它就一根槍鑄斷上去 上面會產生 小包子 對不起 那個 花粉 那 在 書鐵的 瓷的部分 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是包子 它是大包子 一般來講 它的包子 上面會 著身幾個 呸書 不一定 所以 雖然我們把它稱之為 求花 求果 跟種子 這個大致上是以 松山 薄類 為主體 為主體 好 那 這個還是發展到 一半 這是什麼呢 洪松的 持求花 為什麼叫求花呢 有沒有看到 上面一顆一顆的黏液 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個其實是它原來 分泌的液體 要把 花粉給黏進去的 液體 不然你想想看喔 松山薄類 基本上來講 都是 所謂的 風美 今天 這個是 雄球花 雄球花一串上面有很多的花粉囊 花粉囊成熟之後 破裂 花粉就隨風飄 所以在它 成熟的時候 你會發現 風一過去 就黃色的 一路的 開始散過來 所以 它的 距離是有限的 請記得 風美 不是你想像中 可以飛很遠 大概最多跟你 5公尺 10公尺 20公尺 就已經是極限 好 所以這個 隧道 池球上面呢 它必須要有一些 方法 把它黏下來 它不是昆蟲 不是鳥類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池球花上面在 胚珠的位置 它會 往外 去產生液體 由這個液體去把花粉黏了之後呢 液體慢慢乾燥 把花粉帶進去 去跟 裸露的胚珠 去做什麼呢 去做授粉的動作 所以這很有趣 那 花粉 進去跟 裡面的金河去跟軟 做結合完畢之後呢 再來就發育了 發育的部分呢 胚珠外面就形成了 所謂的 種皮 裡面就是它的什麼呢 種子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你們在吃的那個松子 你們應該吃到的松子 都已經被剝乾淨了 都被敲開剝乾淨了 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剛剛那個秋鍋裡頭那一顆 那個就是在吃的松子 我們吃的松子不同的物種都可以吃 從小到大 台灣有沒有可以吃的 你不要跟我講台灣惡葉松 那太小了 不好吃 台灣唯一可以吃的是華山松 很大顆 但是也 比不清 像雲南的一些 不同的松鼠 或大 美國的一些松鼠 那種子 就像這樣 這個算小的喔 要有更大顆 好 所以呢 它的生殖 構造 在 池的這一邊 基本上來講就是胚珠 胚珠就 呈現的是裸露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球果 原來的那個 我們外面稱之為 珠靈那個部分 那一片一片的那個 刺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你把它拔 不要給我拔就對了 把它拔出來 它裡面有兩個凹槽 那兩個凹槽是什麼 那兩個凹槽 事實上就是原來 胚珠的位置 就是現在產生 中置 的地方 所以 它形成的那個 胚珠就直接沒有任何 保護過道就在那裡 然後呢 花粉進去之後 因為這個液體 順著 去跟 裡面的卵結合 才會產生種子 所以它沒有 花背 但是呢 所有東西都有 例外 這是生物學 最麻煩的地方 每次一定要講例外 麻黃 麻黃科 買麻藤 有類似的 背蓋 稱之為 假花背 就是有啊 你也不能怪它 就是產生 所以 買麻藤 麻黃 你如果它的 所謂的 開始進入繁殖時期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類似像 我們在講的 雙子葉植物的一個 花背的構造 但它稱之為 蓋背 它不是 它是葉的變形 只是知道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因為所有花的勾道都是葉的變形 好 所以我們把那邊稱之為假花背 那 松山伯淚 包子葉都會聚生成秋果上 這句話在松樹 存在 在 山 存在 在 羅漢松 不 存在 羅漢松 只有雄的 有形成秋花 花粉散了之後 就掉了 池的就是一根出來 上面兩個配珠 所以有機會 最近應該可能有 但是我們那邊實在來往人太多 常常還沒弄 被弄掉 你可以看到它一個 一個什麼呢 池的 構造出來的時候 上面就是有兩個 分叉 然後有兩個配珠在上面 這樣的構造 所以 一般來講呢 如果聚生成秋果狀的 我們稱之為包子葉球 那 它有可能分為 雄 雄包子葉球 跟雄包子葉球 雄 雄 童珠 藝珠都可以 都有 不同的類型有不同 所以這個很難去講 羅漢松類的基本上就是空的母核是分開的 所以 我們家門口種了十年之後發現它是空的 無解 因為我只種一顆 還好只種一顆 小包子葉呢 所形成的我們稱之為熊球花或小包子葉球 大包子葉 每一個物種有不太一樣 有的今天不包卷去行 對不起 所有的羅子植物都不包卷 就大包子葉相等於我們在講的心皮 那是 被子植物的一個構造 相對等於是心皮 但是呢 他沒有那種反包反卷 把所有東西包在裡面 形成脂肪這樣的構造 沒有 所以他就是羅漏 他沒有把黑珠給包進去 完全包覆的那個情形 然後呢 大包子葉有可能重生俱生 就形成的包子葉球 就是持球花 好 但是也有可能是單片就兩個 就是羅漢松類的 好 那大包子葉最麻煩 大包子葉我們到現在為止呢 你可以看到的種類物種形形非常的多 它有可能變態變成株林 像這種 基本上我們講叫做株林 就是這樣一片一片的那個地方 那或者他有可能會叫做株林或株座 像 羅漢松類的就是形成株座 上面兩個 裸入的胚株 然後呢 甚至他下方會膨大形成株托 紅豆三類的 羅漢松類的在成熟的時候也會有多一段 那個都叫株托 或者今天有各種羽狀的大包子葉 書鐵類的 書鐵類最多一個大包子葉上面 可以長8到10顆的胚株 所以每個物種其實都不一樣 胚株經過傳粉 受粉後就發育成種子 這沒什麼好講的 羅生於心皮上 所以稱之為羅子植物 好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的左邊那張圖 那張圖呢 是書鐵的大包子葉 它裡面成熟那個橘色的部分 是它的種子 那它可能 這上面可能會有 兩顆四顆六顆八顆 不同的物種 有那個種子樹 一個大包子上面的一個種子樹呢 可以去作為分類的基礎 好 然後呢 珠托是什麼呢 你有看到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在Trey Tuxo的那個紅豆山 在英國在歐洲其實很多當作庭園造景植物 季節對大概八月左右去你就看到一顆一個紅紅的 其實蠻好吃的 外面那個紅色成熟之後是很甜 但是請記得 如果真的要試的話麻煩自己去戴個手套去 很黏 很 不好洗 雖然它很甜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開玩笑之後被鳥吃了之後就 經過鳥的消化道 把外面都消化完畢之後 種子還是隨著它的什麼 排遺就出去了 所以你在很多的英國的庄園裡頭 你會發現紅豆山長在哪裡 紅豆山是長在它的 圍牆的凹縫裡面 很可怕 就長在圍牆的凹縫裡面 他們還要花了東西把它拔掉 為什麼呢 一開始這個珠托還沒有成熟綠色 還沒有大量的 物質填進去 等到成熟之後這裡頭有 糖類 有多糖體 有各種的成分都進去之後呢 鳥 變成鳥的食物 然後種子就剛剛講的 這顆是種子 這顆是種子 種子就經過消化道再出去 那另外呢 像雲山 冷山類的 它會形成這種 秋果形 我那邊也有 其實上松樹就是這個類型 那這個叫做珠磷 它是一片一片的 包覆形成整個 秋果狀結構 那裡面通常來講呢 一個 珠磷底下是兩個 兩個 種子 像我們這個都是 好 那大包子葉的結構呢 你把它拉開來 道歉會說什麼顆拉我這個 實在是太 當年帶回來的時候還好沒有被海關給抓到 我會說我是買的 因為這真的有在賣 好 它這裡面就這樣兩顆 你們剛剛不小心掉出來那個種子有沒有 裡面就是這兩顆 先問一個最簡單的問是 所有的松子都有翅膀嗎 不錯嘛 搖頭搖得蠻快的 請不要被騙了 台灣二葉松有 翅膀 五葉松 華山松沒有翅膀 所以那個牽涉到什麼呢 種子的傳播方式 台灣二葉松很有趣 台灣二葉松的種子它會 成熟之後打開 就隨著風飄出去 它的種子的殼 比較薄 比較容易發芽 所以只到到它適合的地方就可以發芽 台灣五葉松 華山松 就這樣一大顆 成熟之後裡面是沒有 那個 種子是沒有那個翅膀的結構 而且 通常 通常要先講通常 有一群的 松樹的球果 是不張開的 事實上像這種 其實我是有做了一些動作 把它烘過 不然它是不張開的 它就是整顆在那裡 必須經過火燒之後才會開 所以它是很清楚的 在這類型的 它是很清楚的陽性樹種 它必須有特殊的機制 才有辦法 什麼呢 開始 重新的 產生新的個體 好 那如果把它畫成一個 卡通圖的時候呢 這一邊 是整個珠林 珠林下方事實上還有一個小小的 我們稱之為 包林 現在這裡你看不到人 通常來講呢 松樹 珠林跟包林會合身在一起 所以你分不開 冷山雲山類的 這兩個是可以分離的 那在 珠林的下方呢 它事實上會形成 兩個 所謂的 黑珠的位置 那 其實這個位置基本上就是大包子母細胞 大包子母細胞呢 你如果一看這邊是 這是林片 林片下方有兩個 這邊不是很清楚 兩個 黑珠 然後呢 花粉過來之後就會 一樣產生花粉管 一望金的珠貝這個地方進去 是跟裡面的卵結合 好 我們稍微把這個講完再整個休息 在熊球的部分 比如說松樹 松樹的熊球大概都長在牙頂 這樣一串 那這個熊球的部分呢 你如果把它剖開來 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 一個 葉片的部分 下面帶有一個花粉囊 這樣的結構 所以你一個種籤你就很清楚看到 這是小包子母細胞 小包子母細胞 隨著它繼續的 發育 減速分裂 最後 有失分裂還沒有 就形成什麼 就形成 花粉 然後花粉裡面再去形成 金河跟管河的構造 所以它整個過程事實上來講 就是一般 跟貝子植物一樣 它花粉發育的過程 那 裸子植物裡頭呢 配子體 其實上很小 小到你根本不太會去注意它 為什麼 裸子植物的配子體它是退化 它是微小的 它是完全寄生到包子體的上面 如果我們去看磁的 磁的它就是 胚囊加胚乳 就這樣子 它就是胚囊加胚乳 胚囊一般來講 裡面呢 就會形成軟跟其他的細胞的構造 也很簡單 那 通常來講 在剛開始的過程 剛開始的過程 它會產生 緊軟氣 這個緊軟氣 裡面就一個 複溝細胞 跟一個 軟細胞 所以請記得 它跟 它跟我們在講的 貝子植物不一樣 貝子植物你每次只要講到胚豬就是七個細胞八個核 一個軟 兩個半細胞 反逐細胞再加上中間的 所以 它 不一樣 請記得 那 熊 配子呢 順利的 開始 往下走 今天 減速分裂完畢之後 再來 開始就順利的去形成花粉粒 那花粉粒裡頭呢 它其實會形成 物種的不同 會形成 有 可以 游動或者是 沒有運動能力的精子 所以每一個 物種的 會有一些差別 好 那整個配子裡非常的簡化 簡化到什麼呢 寄生在胞子下面 剛剛已經講過了 磁的有 緊暖氣的構造 磁配子體是由大胞子發育而來的 那你去看 這整個紅色的部分是 磁的 包子體的部分 那它種子真正的部分是由這裡去發育 就是它的磁配子體 磁配子體的部分呢 在前端這裡是所謂的 磁暖氣 就是 阿貴公尼的那個部分 然後呢 他剛剛講的就是會形成一個 軟 一個 所謂的腹勾細胞 這樣的構造 那 熊配子體基本上就是由小包子而來的 花粉粒而來的 在剛開始的部分 還沒有形成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看起來的構造好像一個 球形 帶有兩個翅膀 對不起 到電競顯微印下面看事實上不太一樣 光斜顯微印看到的大概是這種結構 如果你在相位差或在所謂的電競顯微印看到的 它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普圓形的結構 那 當它今天這個所謂松樹的 花粉 開始碰到磁的結構的時候呢 它今天隨著它的液體移動了 它就會形成花粉管 那花粉管這裡頭呢 就開始產生 生殖的 金核 所以最終最終的金核才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再把它放大來看 剛開始的發育過程 你有看到 細胞 細胞分裂了 細胞分裂上面的細胞很小 下面的細胞很大 那這個上方的是營養細胞 沒有功能對生殖沒有作用 下方的是生殖細胞 那當然生殖細胞呢 會隨著時間而繼續的發育 好 所以呢 到了下方 低了這個時期的時候呢 它的細胞會再進行一次的分裂 形成了我們在講的生殖細胞跟管細胞 管細胞基本上是花粉管去形成的 主要的一個動力 但是它不會是進行受精作用的那個細胞核 所以當你今天的這個花粉力成熟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營養細胞有沒有 是讓你退化掉 最終所形成的是一個管細胞跟生殖細胞 然後呢 開始 因為這管細胞本身要往下形成花粉管 所以它必須要儲備不足夠的能量 所以你看到好像那個管細胞很大 對不起它反而是在做工作 所以花粉管蒙發之後 包括旁邊的這些細胞壁的構造都必須要由 管細胞裡面的化學成分來進行 那同時呢 上方的 上方的 精細胞呢 它就開始進行它的工作 那磁配子體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放下來看的話 你看到大概會是這樣的構造 外面這一邊是屬於 磁 球果的部分 包括珠貝 這個都是屬於什麼呢 都是屬於磁球果的部分 真正屬於 磁配子體的是下方這裡 包括了緊暖器裡面的軟殼跟 剛剛所講的 過那個 重複 複勾細胞 好 那 當你今天花粉 到了 磁 的 包子葉上面呢 開始它隨著液體一路的帶進來 它會經過了珠貝 掉到了這個位置 然後呢 細胞會消失掉 這個時候呢 金子 或叫金細胞 又叫金核 都可以隨便 要怎麼叫 它大概是一個細胞核的構造 兩個就會往前移動 好 那裸子植物呢 像芒果 如果你有試過的話 你可以把吃完的芒果 如果它的核是 有發育完成的 你不要看到那個 艾文有些 那個 果核很薄 那個是沒有發育的 有些發育得很完整 你把它種 芒果有些也是形成多核的 都多胚的 它就不只只有一個胚會出來 好幾個胚 那是什麼呢 基本上會形成這種多胚現象的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一個 磁配自己上面 不是只有一個 緊暖器 就是不是只有一個 它是好幾個 所以同時 被不同的花粉受精 同時就發育出來 但是因為那個結構 就只能發育成一顆種子 在一顆種子裡頭 帶有很多的胚 是會這樣的構造 這是在裸子植物上 會看到的 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麼呢 它雖然 那個緊暖器還是一個 它雖然還是只有一個受精暖 那發育的過程呢 這個胚圓組織 最原始的那個 Percambia那個部分 最原始的 Permariston那個部分呢 它形成了好幾個團塊 好幾個細胞團塊 而由這個好幾個細胞團塊 各自形 各自的胚 所以 它等於是 同暖 雙胞胎 或同暖 多胞胎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去 認知上 如果以動物的角度來看是什麼呢 這個是同暖 多胎 多胎 這個是 易軟多胎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理解 好 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其實鱷子植物它主要的部分 重點是它的發 就是它的什麼呢 繁殖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繁殖其實在 一般來講跟貝子植物它有一些不同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看 花粉呢 船粉 請記得它是直接到達配出 所以你去看的話呢 你紅色的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都還是所謂的 包子體的部分 我們這個鱷子只有這裡 那鱷子植物這個部分 裡面當然這裡我們在講的 僅軟器 它所謂的 腹溝細胞跟所謂的軟 好 那花粉在哪裡 花粉其實是到這裡 外面珠貝其實是 葉的變形 但是它已經看不出那個構造 再進去之後 這邊是珠心的位置 也是一個 保護的構造 那 當然呢 當你花粉 掉到這裡之後 它其實原來是跟裡面的 持貝自己有一段距離 那這個距離就是要靠什麼 靠花粉自己來了 就是花粉它必須要蒙發 花粉管 進去到裡面 只有這樣一小段的距離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過 在 整個花粉 形成的過程底下 我們在講的生殖細胞 後來會分裂成 所謂的 管細胞跟 金細胞 金細胞最後再形成兩個 金核 那 當然呢 這個過來的 管細胞 它就是負責要把這個 花粉管 建構起來 好 那 再來呢 如果說順利了 順利完畢之後呢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一點 其實這個種子裡面 常常都是屬於多胚的 在松 這類型的植物裡頭 一長出來的 多胚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 你去看裡面的過程底下呢 胚細胞最前端 它發育 的部分呢 B的這個部分 它基本上就發育成 多胚的一個行星 那 C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事實上是好幾個 纏繞在一起的 現象 所以 整個 種子裡面呢 它絕對不會是單一的 胚的部分 還有在 松山柏類 尤其是松樹 它的種子裡面 主要儲存養分是什麼 有沒有吃過松子 有吧 松子你的感覺口感是什麼 其實有一種口感叫做油 松子非常的油 它的含油脂類非常的高 它的整個儲存養分 其實是以油脂為主 不盡的話 不要敲我的那個 酒果回去自己 想辦法去找一課松子來玩玩 你把它壓扁之後你發現你拿一張吸水紙 你拿一張吸水紙就好 你把它折在裡面把它壓扁 你看那個紙上面是什麼 那是一層油 很可怕 那油的成分呢 是它儲存養分裡頭最好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其實很有趣的你去看 整個發育過程之後 胚豬肉肉形成種子 種子由外而內去看的話 當然很簡單的 最外面看的這個是它的紙葉的部分 所以 羅子植物很有趣 尤其松樹的角苗剛開始出來 紙葉是一圈的 我們在講後面的單紙葉雙紙葉植物 對不起那是被紙植物的部分 羅子植物它上方就是一圈的 紙葉 很有趣 所以你看它打開的時候那個 羅子植物的小苗很可愛 怎麼可愛法呢 一個出來之後 中間的 金還沒出來的時候 就一圈的小葉在那 然後會轉成綠色 好 那 再來呢 事實上中間這個部分這邊沒有看到 但被包在這裡頭 所以這圈紙葉的下方 這就是它的胚芽的部分 那就是後來你可以講到像 紅豆山 或像世界炎 或像我們的檜木那麼大一顆 都是由小小的 這樣一個 胚所來的 那下方呢 當然它包含了胚軸 在下方胚根 都沒有問題 那 同樣呢 下面這裡的 胚柄 這個構造呢 其實已經看不太 出來了 那是原來在發育過程 那個 細胞 最原始的一個部分 那通常來講在種子發芽之前有一個小小的 所以你一般來講把松子拆開來的時候 其實你看不到那個 胚 為什麼呢 它是被外面整個包埋在內 它被什麼包埋在內 它被這一大塊的胚乳 整個包起來 那個很油很油的胚乳 脂肪把整個胚給包起來 好 那當然往外有內種皮 再來中種皮 跟外種皮 所以 它整個松子的保護非常的好 事實上它連種皮都分為三層 外中內 那 如果要去看 它的原來對應的發育的部分呢 豬背 發育成腫皮 受精卵 發育成胚 胚乳 還是胚乳 所以你去看呢 其實外面這個豬背 你拉回去看 在哪裡 這個東西 所以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雖然裡面是磁的 所謂的磁的配子體 但是它到了最後最後 還是有小小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屬於原來的包子體 那是什麼 腫皮的那個部分 硬硬的那個部分 所以就只剩下這個小小的一個區塊 好 又跑掉了 就剩這個小小的區塊 外面這個部分 豬背 變成腫皮 所以腫子其實包含的原來的包子體的 一小小部分 再加上這個是屬於配子體的部分 好 那這個只是簡單的一個 表 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什麼呢 至少你在包子植物 蕨類植物 裸子植物 背子植物 你要對應得起來 比如說我們在講的 蕨類植物裡頭的包子葉球 在裸子植物裡頭就是所謂的球花 或包子葉球 因為有些種類的包子葉球 貝子植物相當於就是花的部分 我們在講的小包子葉 在裸子植物裡頭 事實上就是那個 熊球的部分 那其實也可以把它當作熊倫 在貝子植物它就是熊倫 大包子葉的部分 在裸子植物叫做豬林 在貝子植物叫做心皮 但是這個心皮 在裸子植物裡頭也有被用到這樣的一個名詞 小包子囊大包子囊 大致上在裸子植物貝子植物都是一樣的 然後呢 小包子大包子呢 對不起在這裡 裸子植物也是一樣 那熊配植體 磁配植體大致上也是一樣的一個部分 直接簡單的一個做對比的圖 好 所以裸子植物的生活史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怎麼樣 一圈 一圈 其實我們比較看到都是這個 就是你外面看到那個最大棵的 木門植物 比如說你今天到了體育館 國野大樓對面那邊 羅漢松 基本上都是這個區塊 包子 然後呢 如果這邊是松樹的話 熊磁它會分開 熊的會產生熊球 磁的會產生磁球 那熊球花粉之後呢 它當然是經過減數分裂去形成 小包子 小包子之後最後形成花粉 那花粉其實就我們在講說一個 圓 中間然後帶兩個耳朵這樣的構造 當然畫起來比較漂亮 事實上那耳朵其實就還是一個橢圓形的 一個半橢圓形的構造在 那當然這裡面 會形成 營養細胞跟生殖細胞 營養細胞退化製造 之後生殖細胞在產生管細胞跟所謂的 精細胞 那精細胞會再經過一次的分裂產生兩個 金核都一樣 好 那到了 磁的 部分呢 這邊當然一開始形成大包子母細胞 一樣經由減數分裂之後 對不起 其他的三個退化角 所以只剩下一個大包子 其他的三個細胞都退化 這個跟花粉當然不一樣 花粉是每一個都可以形成 花粉 但是呢 在磁的部分只剩下一個大包子存在 大包子呢 再去經過一次的分裂產生軟細胞跟複勾細胞 這樣的一個構造 然後再來就是後面的整個流程了 那我們上禮拜講到螺子植物 螺子植物其實有一個很重大的成分 是它的化學成分 化學成分為什麼很重要 今天有趣的你去看 螺子植物裡面有很多是現在的抗癌的藥物 比如說 他手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 像我們在吃的 比如說什麼可以擴張血管 可以防止你老人癡呆 賣得很熱門的 銀杏 銀杏類黃銅 你們去大概去現在所有的健康食品的藥物 隨便找一個 有一個叫做 GINGLE 或GINGLE白狗吧 那 他 主要成分是什麼 他主要成分事實上是黃銅類 那當然每一個物種的成分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如果還記得 某個電影叫做侏羅紀公園 對你們講是不是太久 有看過吧 小時候 我記得我也是小時候 你們小時候應該也看到重播版的吧 好 他裡面在講的故事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 請問那個昆蟲是埋在什麼裡面 琥珀是什麼東西 哪一種樹的樹子 松柏類 琥珀基本上都是松柏類的 有沒有人家 有沒有人有 拉小提琴或拉大提琴的 或拉二胡的 對 松柑是什麼東西 松柑就是樹脂 然後樹脂如果埋在土壤裡頭 長時間之後就變琥珀 那擋沒一點那個蟲被滾進去之後就變成 你看到的侏羅紀公園的固執的來源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那 化學成分裡頭黃銅樹 其實很多 所以我們不去講太深入的東西 還有所謂的雙黃銅類 這類型的東西在 所謂的 所謂的螺子植物裡面非常常見 比如說 拿來做藥的 銀杏雙黃銅 硬銀杏雙黃銅 這個都很常見 比如說碎花山雙黃銅 這也在 螺子植物裡頭 非常非常常見 都是屬於什麼 都是屬於 其實可以作為人的 營養補充劑 都可以作為什麼呢 作為你腦 神經 還有什麼呢 血管的一個擴張的效果 另外呢 生物鹼類的 也很多 生物鹼類比較重要 比較有名的 大概你看到第二項跟第三項 第一項通常會忘掉 三間紫 三間三子鹼 還有是三間三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事實上是什麼呢 是 紫三類的前取物 就是紫三純類的前取物 所以三間三是可以拿來做紫三的 對不對 三間三的生物鹼是可以拿來做紫三純類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現在 Tuxo的 來源 Tuxo 我們在講紫三純這個藥物 這個藥物 基本上就是由它而來的 那 現在都是利用前取物在利用化學的修飾的方法 去做出來 那下面這個東西呢 對不起 大家都不太願意去講它太多 為什麼 麻煌 我上禮拜託講過它是什麼東西 這安貝他命的前取物嘛 它就是生物鹼的前取物嘛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你今天 如果在咳嗽 如果在很不舒服狀況之下 我們在講熱咳 就是 你今天感冒的咳嗽 咳到你想要吐出來那種感覺的時候 基本上 基本上不是使用這個東西 就是 麻煌素 不然就是只用什麼 Codain 可帶音 可帶音是什麼 可帶音你帶去美國你就被抓了 鴨片類 鴨片類 對沒錯 一百克以上就必須要通報當地警察局 連中藥行都要管支的這麼嚴 你就知道它 利潤多大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要很小心 好 那 鐵類 不要跟我講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玩過 檜木 沒有玩過檜木 至少也用過檜木油或檜木造 有那種揮發性的香味的 基本上都屬於它 揮發性油脂 不清楚的 不清楚的 回去看看自己家裡有什麼相關的這些東西 台灣現在這些老木 就是這些檜木 事實上已經禁閥很久了 問題是從以前有一些存貨 或者是今天舊皇子拆了之後 被發現是檜木都會回收 為什麼呢 你看到外面已經沒有味道髒髒的 你把它刨開來 裡面其實這些繪發油都還在 因為它外面被封起來 那你一打開來 它的味道就會非常的香 那也是為什麼說 它很 被人家 把價格炒到高 檜木一粒方公尺 大概現在都要到8萬到10萬更是更貴 因為已經有行無事 好 那這裡頭事實上成分很多 我們這邊沒辦法一個人仔細講 包括髒腦 都涵蓋在這裡頭 OK 其他成分還有很多啦 樹脂 就我們在講的那個 寶媒的 昆蟲被包埋進去的那些物 部分 都涵蓋在內 但是它天然物的一個部分 好啦 那螺子植物我們要講到它的分類的部分了 螺子植物它其實根據它的外部的形態 結構 這些 它的分類其實 可以分為什麼呢 你如果看分類群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 五個鋼 分類 界門鋼 事實上是第三階的 它事實上是非常高位階的一個部分 它可以位於這麼高位階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其實很多是平經演化 是同一個時期出來之後就一直存留在世界 地球上到現在 所以五綱 九木 十二棵 七十一組 其實它不多 它大概全世界就剩八百種而已 你今天如果可以找到一個新的 螺子植物類的新種 其實很快的就會在 比較重要的期間被發表 像 歐洲人跑到台灣之後走一走在南橫的低海拔的地方 竹籃之間就多了一個種 叫做天龍二葉松 為什麼它敢發表 到現在台灣其實 很多分類學者對它還是有意見 那 這個東西 其實被認為是 低海拔的二葉松 就台灣二葉松 那為什麼叫低海拔的台灣二葉松呢 因為台灣的二葉松事實上它分佈的範圍 其實高低海拔差距非常的大 大約從七百公尺一路到三千公尺都有 那有趣一點就是說你在低海拔的時候 形態是真的有一些不一樣 那到底我們來講的話 到底要不要把它承認是一個種 或不承認是一個種呢 其實是見仁見智的 那 歐洲人來的時候他從 南橫下去 那時候南橫是斷掉 他有上到 最上方的向陽工作站那裡 再往回走 下到 台東 那剛好經過天龍橋這個地方 就發現 他的什麼呢 形態跟 我們在講的高山的 台灣二葉松就有些不一樣 那也回去做了一些 分析之後呢 他把它發表成 天龍二葉松 所以莫名其妙台灣一個多了一種 多的植物 但是問題那個東西 台灣的分類學者是不知道 知道 只是沒有真正的 去做 很深入 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什麼 我們認為它是同一個種 好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其實羅子族有很多被認為是 第三季 更親自 更親自 我們現在處的是第四季到現代這個部分 被認為是在第三季 所留存下 因為第三季本身發生了 很 重大的一些相關的 地質活動 然後 而導致了 物種的一些滅絕 回去看 地質的歷史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很多常被稱為活化石 那活化石呢 主要其實上是一個很 不明確的 定義 它指的是什麼呢 它指的是這個留下來的 分類群 你可以找到跟它相似的物種 都是化石 已經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留下來 所以把它叫做活化石 原因是這樣 比如說銀杏 銀杏全世界就是單科單屬單種 然後呢 所有的跟它相關的物種 存在的都是化石植物 所以這個就把它稱之為叫做活化石 那是一個 簡單的定義 好 那論文植物這一頭呢 我們大致上去講 索鐵銀杏松柏紅豆三根 買馬騰 所以我們在講的 可能你們在國小國中常會聽到的松三柏 其實只包含了這個部分 松柏鋼跟紅豆三港就兩個而已 而問題是整個 螺子植物類的話 事實上還包括了上面 索鐵銀杏跟買馬騰 這個東西台灣沒有 但是在香港 我們鄰近的香港 以及一般的 什麼呢 中南半島一帶都有 很特殊就台灣沒有 這五個分類群 你去看它的形態 它的形態其實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分支 外部形態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我們在講的索鐵 它就是很清楚的大型的羽狀附頁 而且很清楚是 寄生在金的頂端 所以它金的表面會有留下很多葉片掉落之後的葉痕 每一個書帖都一樣 那銀杏呢 那銀杏呢 看葉子就知道了 全世界找到跟它可以模仿的葉子嗎 不要搖那麼快 有啦 會被騙啦 鐵線絕的小葉 只有鐵線絕的小葉跟它長得很像 但是一般 你從 種子植物開始 其實你找不到跟它 形狀 葉脈結構 一樣的 物種 基本上來講銀杏就是一個很特殊很獨立 它是扇形葉 它是二叉葉脈 這個特徑現在完全沒有存在 種子 和果狀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 人家在講的 裸子植物是結球果 有些就不是 有些就是一枝出來就兩個 種子 或一個種子的 不是所有都一定是形成 球果形 球果就是那個有所謂的種靈 包靈把它一片一片包起來 那種叫球果 並不是 銀杏的果實 我相信你們都吃過 料理頭叫白果的就是它 那個是殼敲掉 我昨天去問三方中介的老闆 有沒有帶那個銀杏是帶殼的 他說 老師對不起我真的找不到給你 可是我下次可能去美國的時候要去找我朋友 叫他幫我掃一掃 我聽說海燕老師現在應該在那邊 我剛好可以請他到我以前的學校那邊去幫我掃一些隱形的種子 外面的殼跟你們今天啃到的那個 松子的殼是一樣的硬 而且 只有更大只有更硬 你要把它搖開很痛苦 其實我在 不知道在哪裡有見過 在台灣有見過人家有進口帶殼的 我上次有留了一批 後來不知道被我收到哪裡去 好 那這個是銀杏類的 松柏科 就是我們在講的比較常看到的 松樹跟柏樹這個系統 他的系統基本上他的 葉是真型或靈片狀 真型的都是什麼呢 松樹類的 靈片狀的主要是柏樹類 那他的 結構 他的生殖構造 沒有錯 他就是求果類 他就是求果類 他沒有問題 所以松柏類的話 熊求叫熊求花熊求果 瓷球叫做瓷球花瓷球果 這邊通通都沒有問題 但是在 上面的銀杏書體 對不起 他其實 在雄性還是可以叫熊求 在瓷性的部分 通常就不這麼叫 那再下來是紅豆三缸 紅豆三呢 他其實 你看到的葉是條狀的 葉背有很清除的細孔 種子 你去看的話 它是單顆的 而且外面都會包覆 肉質的甲種皮 那個肉質的部分 成熟之後還蠻甜的 還不錯吃 但是很黏 非常的黏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有一類型的 是在中國大陸被拿來用 可以拿來吃 中國大陸有一個 小小的 堅果類的點心 叫做肥子 一個木 是邊 一個 稻肥的肥孔 那那個東西呢 事實上跟台灣的 粗肥是不一樣 它是香肥 那香肥呢 在 他們那邊呢 是拿來可以泡到酒裡頭去增加香氣的 也可以直接拿來吃的一個種子 它把它當作一種堅固 來處理就是因為它外面有這個肉質的甲種皮 這個特徵跟疑性比較像 好 那最後一個是比較少見的 買麻藤 在台灣沒有 所以你也看不到 它是灌木或藤本 然後呢 燕 它比較特殊是 擴軟型或橢圓型 對身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五大系統 五大分類群 好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書體 這張照片對不起 是在 潘之花保護區裡頭的潘之花書體 台灣有 一個種 就是台東書體 跟它 基本上其實算是親緣還蠻近的 那書體呢 它的栽培其實非常的廣泛 為什麼呢 早期都是把它當作原意造景植物來用 好那當然有一些 人會去講 鐵樹開花 是一個很吉祥很什麼呢 好的 事情 為什麼 因為鐵樹其實要開花並沒有容易 它可能三年五年才開一次 甚至會更久 但是請記得它不是花 它不是花 它是 熊 球 跟 大包子 這類型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在台灣最近的琉球 它是很重要當地被拿來叫做舊草植物所使用 所以一般它分佈在琉球各個島嶼的海邊 而且當地居民是不會去破壞它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它的精裡頭 它的精裡頭 它會儲存大量的澱粉 它會儲存大量的澱粉 它的種子 也含有大量的澱粉 問題是這個東西裡面有一些是氫化物 Sylenide的成分 所以一般來它們不會去吃它 但是如果今天 真的到了鬧飢荒的時候 它們會去砍 酥鐵 還有收集酥鐵的種子 做什麼呢 把它 乾燥 研磨 泡水 因為 氫化物的成分 Sylenide的成分 你只要遇到水它就會跑掉 剩下來飄洗完屁那個白色的粉末 澱粉 就可以拿來當舊荒的食物 所以當地非常的重視 在還沒有那麼 發展的過程 船運海運沒有那麼 快的時候呢 它們是當作一種舊荒植物使用 早期現在也找不到了 早期在書裡頭有寫 琉球群島 會拿它的種子 去 罩澱粉 罩澱粉 去拿來做釀酒 所以有 一個階段裡頭 在他們的 歷史資料裡頭記 他們有酥鐵酒 這個東西 其實我買 想去買 後來問過了 我有去過安北大島 我都問過了 他們說 已經很久沒有人做了 因為安北大島後來喜歡做的是黑糖酒 當然東西其實很可惜 它事實上是被認為很重要當地的民俗職務 它有各種各式各樣的用途 那這些東西就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說當地人的智慧 事實上就在指這些 還有呢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維毒 這維毒反而是可以拿來作為什麼呢 藥物 但是不能過量 不能過量 它利用的當然可能跟裡面一些天然物成分是有關的 好 液珠的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種子出來的就決定它是公的或母的 事實上種子就已經決定了 所以呢 它今天在 進行繁殖的時候 你看書鐵的頂端所長出來的結構 你也可以判斷它是公的或母的 如果成這種圓柱狀 然後呢 旁邊有很多螺旋狀的小葉 裡面有包子囊 對 花粉囊 這種 是什麼呢 熊球 又叫做小包子葉球 那這把它打開來上面呢 在下方這個葉背的背面 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花粉 囊 那當然還不叫花粉的狀態 它叫小包子囊 那小包子囊裡面經由 整個過程之後 最終才會去形成花粉 好 那這個是 瓷的 生殖構造 瓷的生殖構造呢 你看到就是一個很大的圓球 而這個圓球 每一個 就是一片葉子 事實上這個每一個都是一片葉子 那個叫做大包子葉 所以整個詩本上把它稱之為大包子葉球 一顆 一片一片就是包子葉 瓷珠在哪裡 還沒有發育過程 瓷珠在個底部的地方 那 每一個物種 他的瓷珠的數目是不一樣 有些是2 有些是4 有些是6 有些是8 好 那如果瓷珠呢 遇到過來的花粉 順利的 什麼呢 受精完畢之後 它就在這裡形成種子 好 這就是它所形成的 基本上這個物種是6個 胚珠 6個胚珠如果說順利受本 就是6個種子 好 那這6個種子 你可以看得出來 發育順利之後呢 你把它捧開來 在裡面是很清楚的 種子 但是外面 一樣會有包覆的 甲種皮 包覆的甲種皮 那這當然是什麼呢 順利受精之後 順利發育 才會發育成種子 不然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空一個空一個 它就沒有發育的現象 好 所以這些都是書鐵的種子 這個我已經玩很多了 老師我靠它已經生產了 123456 67篇配合 用 在我念碩士班的時候 到博士班的時候 其實我們台灣 主要做書鐵研究的就是在師島 那我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剛好 我老闆就是做這方面 所以在2001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幾歲 4歲 那時候我已經做完 台東書鐵的研究 2001年的時候已經順利發表 那時候已經第二篇 然後我回來之後呢 剛好就是 在另外那門課 寶玉生物學 生物動用心 寶玉那門課所講的 就 開始遇到所謂的白倫 跟著劍和蟲的事情 就開始往下做 族群遺傳的研究 又連續有好幾篇的文章出來 那都是靠這個字 這個台灣的 不是琉球書鐵 這個是琉球書鐵 所以你去看呢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 有很有趣的地域性 跟長期演化的一個結果 因為它事實上在地球上 有很古老的歷史 台灣有沒有找到 書鐵的化石 有 在苗栗的南莊 你可以 根據地底 Google上面的資料 你可以當場找到那個地方去看到 只是被破壞得很嚴重 有點可惜 但那個真的就很清楚 那個 金 還有葉的部分 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書鐵呢 其實我們講它的生活史實際上真的蠻簡單的 它今天 種子 萌發之後呢 形成孢子體 孢子體一看就決定了性別 這顆是公的 它就是公的 這顆是母的 它就是母的 所以它在產生生殖反 生殖作用的時候呢 一邊就走到了 小孢子葉球 一邊就走到了 大孢子葉球 然後呢 小孢子葉大孢子葉 分別去產生 花粉囊跟胚豬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 石熊的 生殖構造 那花粉囊呢 同樣的 它萌發的過程 我有講過 它會形成所謂的 生殖細胞 跟 一般的 營養細胞 營養細胞退化掉之後 生殖細胞 再發育成兩個 一個是 什麼呢 管細胞 一個是 金細胞 然後 再往下 金細胞 再分裂一次 兩個金額出來 那這樣就湊成一個真正的什麼 花粉 那花粉如果順利的掉到 大孢子葉的 胚豬上面呢 同樣它也會產生 液體狀的構造 把花粉帶過去 所以在這裡頭呢 你會看到 外面會有 豬背 然後裡面就是 胚豬 胚豬基本上 還是 一樣 七個細胞 八個核為主的 結構 然後呢 同樣的 豬背會形成 腫皮 磁配質體 這個部分呢 包含了 軟 跟 磁配質體裡面的 胚乳 好那軟跟精子結合之後形成瘦精卵 但請 記得 請記得在這裡還沒有雙瘦精的現象 所以 磁配質體那個部分會直接發育成胚乳 好然後 軟加精子當然就形成什麼 形成的瘦精卵最後發育成胚形成中子 那 第二個大的分類群就是銀性 銀性在台灣其實 不太容易見啦 主要就是在溪頭 溪頭有機會去的話 反正它就一大片 然後有趣的人知道到秋天的時候就有一堆人去幹嘛 撿葉子對不對 銀性的葉子在 要掉落的時候 它很有趣事 它會從這種很漂亮的亮綠色 開始轉化變成 黃色 黃色 那個黃是非常漂亮的銘黃色 雖然很多人會去搜葉 那葉子顏色不會再改變 你如果保存了 好 那它的特徵當然就是 大型的僑木 你如果有機會去日本 京都的一些寺廟 或是國的一些寺廟 它們的銀杏樹是從唐 或者是明朝的時候 帶回到 日本種植 那個樹都非常的大顆 直徑大概都有到 六十到一百公分左右 那如果 你到中國大陸去 它的原產地 那個樹也都非常大顆 所以呢 這一型的東西呢 它本身來講 因為它也有一些用途 所以當地會被保留下來 是有它的原因的 它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 若葉形的大僑木 多分枝 有長短枝區別 所以你去看的話 基本上它有長短枝 的一個 差異出來 它很清楚 側枝出去之後 有長枝 有短枝 好 然後呢 葉片就是這樣的 很清楚的扇形 然後 你去看它的葉脈 就是 二列 二叉脈區 這個特徵在其他 種子植物裡頭 其實找不到 那 球果 我們在講的 熊的部分 很清楚 還是形成球花 但是磁的部分呢 對不起 它就是很有趣 一個枝條下來 一個小枝條下來 就是兩個 通常的 還是有例外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熊球 它會形成像 貝子植物 的 類似 我們在講的 融蟻花絮 所以一開始如果你不仔細看的話 會被它騙的 比較像什麼 如果沒有看葉子 它這個其實跟 柳樹的 熊花 很像 但是它對不起 它是熊球花 然後呢 一樣它會 它會去形成 大量的 什麼 大量的 花粉 但是請記得喔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銀杏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它在蒙發的時候會產生兩個帶邊毛的金子 這個特徵其實在其他物種也看不到 它是花粉 但是它有這個特徵 那磁球的部分 磁性的部分很簡單 基本上也不能叫做球花了 它就是這邊一個枝條出來 頂端形成兩個 杯狀的心皮 兩個直立的胚珠 而這兩個直立的胚珠 當然如果順利兩個都受本 都會發育 但是通常想看到的常常都是只有一個發育成功 就算兩個都受本 所以這個其實是物種上的一個 可能跟它養分的供給有關 那種子外面是合果狀 最外面最外面 它有外種皮的部分是肉質的 它是 在成熟之後 會轉變成橙黃色 非常漂亮的顏色 但是當地人會非常的痛恨 臭 就是臭一個字 掉下去之後 你腳踩過去之後 隔一陣子那味道出來 就覺得 好想不要走這條路 很不幸的我走了三年半 它這個種子成熟真的很臭 非常非常的臭 但是我很佩服有些人真的把它撿回去 再把它 洗乾淨之後把它敲開來當白果吃 它本來就是白果 但是一般我們都在菜市場 在市場裡頭買 買罐頭或相關的人家撥好 真的有人會去剪 有興趣自己去剪 不要找 它中間的腫皮 是很 清楚 白色 骨質 所以很硬 非常非常的硬 通常來講 我以前在做的時候我喜歡把它拿一個小狼頭 木狼頭 敲開來 用牙齒咬 你撈了我吧 老師我牙齒沒多好 很硬 你們剛咬鬆子就咬得快發瘋了對不對 下課請繼續把它K完 那 木的部分 它的種皮是紅色的 它是磨質的 它是磨質 好這個就是它的種子 Ginglebyloma 的種子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很重要很特殊的 它的 命名者是誰 林代表誰 林奈 這個物種在很早很早很早就已經傳到歐洲去了 所以命名者還會是林奈 而且命名者以頭他很清楚的就跟你講這裡了 BI在英文代表什麼意思 惡的意思 所以他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 好 很漂亮喔 種子真的很漂亮 它的外種皮真的很漂亮 但是 我很不喜歡它就對了 好 成熟的時候 很少遇到說那個成熟還沒掉下來 我們遇到風大的時候它會掉下來 這個是成熟但是還沒有掉 它外面那個明黃色的部分那個肉質的部分會慢慢的乾掉 但是我遇到情形就會風吹就掉下來 所以風吹掉下來在地上一捏 味道就很重 好 那把外種皮 去除掉之後 剩下的這個 中種皮的部分就是這種骨質的 非常的硬 你大概就拿個小狼頭敲一下它就破 但是你用嘴巴咬的時候你牙齒可能會輸它 那這個東西裡面所帶有的 就是我們在講的白骨 去日本料理吃蒸蛋的時候 裡面就會放一顆在裡面 或者是你去看 一些餐廳裡頭炒 比如說跟什麼 跟蘆筍百合 一起炒的時候 它就會放白骨在裡面 好 那這個是把它當時新鮮的敲出來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它顏色不太一樣 水煮之後會比較偏黃色 成熟跟不成熟 重點是 稍微講一下它的養分 其實白骨的養分是算非常高的 為什麼呢 100克裡頭事實上含的蛋白質量 6.4克 脂肪2.4克 碳水化溫36 粗纖維1.2 蔗糖 不要去看了 看完之後你們大概就不會想吃了 它的糖分其實很高 好 那這個東西當然 是很好 如果照養分來講 它是一種很好的 物質 要先強調 但是 但是來講 它其實會跟你講 它稍微有一點點維度 所以不要吃多 它還是有稍微一點點維度 一屬一種 中國特產 但是全世界種植 所以它要絕種是不太可能的 其實你在一般台灣 在建國花市裡頭就可以看到它有人在賣 總人就是白果公食用 但它有跟你講多吃了會中毒 它是要用 它的總人其實是 可以潤肺 止咳 止闖 但是呢 會建議不要吃太多 因為它還是有一點點維度 心意是強調 同樣的它的葉 很重要一樣是 潤肺 瓶管 活血 化淤 這點很重要 也因為它有活血化淤的功能 所以很早期它就被 間別出來 裡面所提取的 尤其葉有所提取的 黃銅 以及 紫類 這個部分呢 它具有 闊鋼血管的能力 所以 你今天末梢神經 對不起 末梢為血管 如果今天 比較不好的人 你又不想要吃太多的 西藥的話 比如說你有 手腳冰冷的問題 有幾個可以選擇的 一個是 我們在講的老薑 那如果不太喜歡那個老薑 每次喝下去之後身體 很熱鬆的感覺的話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靈性 萃取物 它有一樣的功能 它可以改善為循環 至於冠心病 老人吃太多油煙無處 所以這也為什麼說後來 這個東西在全世界賣得很好 其實你去看它每年產值非常的高 所以 銀性 萃取物 尤其是銀性的類黃銅萃取物被發展出來作為健康食品之後呢 事實上最生氣的是中國大陸 因為所有的專利都不在他手上 其實所有全世界都一樣 我們今天在跟泰國人聊天的時候我們就講到這個問題 我們跟菲律賓 我實驗室有一個菲律賓的朋友 我跟他聊他也是很神奇 為什麼呢 泰國是被 我忘了是哪一個國家 不知道日本還是哪一個國家 給他某一個豬給鑽利掉 菲律賓也是被美國給鑽利掉 都是同樣的問題 那這個對不起 也是被美國鑽利掉 好 到這沒問題 再來第三個分類群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常看到的松柏 松柏鋼這個部分 那松柏鋼這個部分呢 它的特徵跟其他的 有一些 很有趣的不一樣 為什麼 它的持球 就是你們會看到那個球果 真正就是會形成一整顆 拿來砸冷可能會暈倒的那一種 就像我上個禮拜講給你們看那個赤果松那個部分 好 那在這裡頭大概就分為三個 松柯、山柯、柏柯 所以我們在講的三間三那其實是另外的部分 不用去理它 這個裡面是松、山、柏 這三個是涵蓋在裡面 那 它的特徵描述 其實你們看的話 你們看得頭很昏 不用去管它 總、鈴、包、鈴、離生 總、鈴、包、鈴、半、合、真 總、鈴、包、鈴、全、合、真 這個 術語你看過就好 你看過就好 那 一般來講呢 你在收科裡面大概一個那個木質的 總、鈴、你拔出來看就是兩顆種子 三呢 一拔出來可能是兩顆到九顆不一定 那柏呢 比較麻煩 柏的話 其實 範圍很大 範圍 從一 到多數都有 那在這裡頭呢 松 就是你們今天吃的那個 松子這個部分 一般來講 它都是長綠的 僑木 但是 有 很少數 它是會落葉 所以你不要問我說為什麼松樹有些是會掉葉 冬天的時候葉子都掉光 比如說像金錢松 對不起它就是 葉片到了一定的季節它就會掉 但是一般來講 松 台灣的二葉松 五葉松 华三松 對不起 它葉片 都 在冬天到夏天 都是很清楚 長在上面 但是因為它的 小葉 小枝的部分呢 很 明顯 風一吹之後容易斷 所以通常來講 你會發現松樹底下會劈了一層松針 是因為它的葉片 很快速 會形成 在尾段的地方會形成 離層很容易掉 你們如果知道山上去的話 你去拔也可以很清楚拔下來 是一樣的情形 那葉片是真形 或者是 少數是條狀的 長枝上螺旋散生 好 那 在 多數的 裡面呢 基本上都是 雌雄同株 但是是 單性花 所以雄跟雌雌雄 是花的部分 球花的部分 是分離的 但是通常是雌雄同株 然後呢 它的 果 它的 繁殖器官 會形成球果 好 那哪些呢 比如說這是金錢松 比如說是台灣 游三 那 金錢松的葉子 很清楚 就是我們在台灣二頁中看到的是 症狀的 但是游三的葉子 對不起 它是小葉 小葉的一個構造 所以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好 那在 雌雄花的部分呢 雌雄花它整個是螺旋排列的 朱鱗 那朱鱗事實上就是我們在講的心脾 然後呢 鮑鱗是什麼 鮑鱗事實上就是鮑片 所以 球 雌雄 雌雄果 雌雄花 主要是由這兩個構造來形成 朱鱗是心脾 鮑鱗是鮑片 那在松樹 基本上朱鱗跟鮑鱗是分離的 在朱鱗就是心脾的部分呢 在底端 它會有兩個胚朱 這兩個胚朱如果遇到 順利花粉過來之後 它會形成種子 就你們肯的 那個松子的部分 然後 球花 受盡完毕之後呢 朱鱗它會 膨大 它會 最後形成這個叫做種鱗 就是保護的那個構造 就是外面那個一片一片的木質的那個構造 熊的部分 通常比較會長在 尖 金的 頂端 然後它是蟲 蟲 所以這是小胞子碎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就是我們在講的 熊球花 熊球花呢 它的熊球數量非常的多 每一個小分支裡面是兩個花粉鑰匙 那花粉鑰匙呢 裡面就大量產生花粉 而它的花粉兩邊會突出形成一個氣囊狀的構造 所以 順利的 它就什麼呢 過去 去跟 磁球上面的 胚豬裡面的卵結合去形成種子 那種子一般所看到這個是什麼呢 種鱗 就是豬鱗所轉化來 就是心皮所轉化來 基部這裡會有兩個 種子的一個部分 那 如果 像台灣二葉松 或像你們所看到的那個赤果松的 它是有這個 什麼呢 翅膀 幫助它 掉落 散步 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話 你把它往下丟的時候 它會旋轉 然後隨風的飄動 那通常這一類型的 松樹的種子都比較輕 比較小 像你們剛剛啃的那個都是比較大型的 它是沒有這個翅膀構造 好 那你把它剖開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種子類的一個構造 那倒含它的什麼呢 胚的一個部分 那有一些松樹其實都是要用植物 譬如說我們在中藥材裡頭 松子是一個中藥材 譬如說你今天拿來做什麼呢 今天在拉小提琴 大提琴 二胡那個松子 拿來把 弦 做一個抹的動作 讓它接觸性會變比較好 那個也是利用松子 那個也是利用松子 那譬如說馬尾松來講 馬尾松在台灣 其實它很快絕掉了 它只有在哪裡 只有在苗栗的火炎山有 那到底是不是馬尾松到現在還在吵 我要先講 一般我們研究還是認為它是 跟大陸的馬尾松是一樣的 但是有 不同的分類學者是不同的觀念 認為那個跟中國大陸可能有一些區隔 那這跟地理環境的區隔是有一些關係的 我們不仔細講 一般來講馬尾松的樹皮紅和色 然後呢 它都是二針一樹的 所以松樹它的分群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分群 二針一樹的是一個大分類群 三到五針的是另外一個大的分類群 台灣剛好有馬尾松 台灣二葉松是屬於這個二葉的系統 台灣的華山松跟台灣五葉松 是屬於另外的系統 基本上來講 同樣的它的一些特徵都跟一般松樹都相似 那唯一的 可以比較容易區分的是它的種靈 它的種靈的靈頓呢 它會加大膨脹 但是它沒有刺 跟上禮拜總看到的那個球果是完全不同的 好 那它的 熊球花 很清楚就長在這個枝條的 頂端的位置 所以你在夏天的時候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到這條頂端 它就會 畜生的 熊球 那 石球呢 基本上是這樣的構造 還在發育階段 這還沒有完全成熟 這還在發育的階段 如果你今天把葉 你們在上上禮拜的切片應該有看到 把它切開之後 很清楚中間除了圍管樹之外 旁邊有什麼 松植管 那 整個 松山柏類 它的植株裡面 都會存在這個松植 這個樹植管 樹植管有很大的功能是什麼呢 今天植株只要受傷之後 這個樹植會出來包覆受傷的部位 讓它 作為保護的功能 那 人 也利用這樣的特性 在一些要取松子的樹上面 會用刀去把它割開 然後下面裝一個容器 讓松子留下來 留到哪裡呢 留到那個容器裡面 然後 收回去 只要加熱 它溶解之後就可以 把它倒出來 讓它什麼呢 讓它冷 冷卻的時候就凝住 筷狀 那 因為松 基本上在中藥菜的時候用蠻多的 為什麼呢 它的結的地方 我們在講的松結 它事實上是去污 薄弱止痛的要塗 它的樹皮 通常可以研磨成粉 作為皮膚的收斂劑 等於是 精瘦藥 就是受傷之後可以拿來 作為什麼呢 敷料的功能 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台灣的 台灣午夜松把它做成 茶 再喝 馬尾松 一樣它的葉 可以拿來泡茶 它基本上叫做明目安神解毒 你不要想要沒事之後到 山上就開始採葉子 事實上是可以這樣用途 但是應該不需要吧 你們應該沒有這樣需要做到這種階段 花粉 松花粉呢 這個東西比較難收集 就是它等它求花出來的時候 快要繩得的時候去套袋子 把它花粉敲下來 它能夠 造詩 收斂 止血 所以也是可以作為一個什麼呢 外商用藥 那求果呢 它又可以做一些 特殊的用途 它可以治療 腸造症 治療便秘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的部分 好 你們剛剛吃了松子人 請記得松子 好吃 但是不要無限制的吃 就好像你們有沒有吃過一種叫做圓血魚 又叫魷魚 隔天之後上洗手前 笑成這樣了 知道了 因為它的油脂成分 你是不太容易吸收 雖然它很香 雖然它油脂很高 但是它會 消化到沒辦法吸收的結果 就是順著你的排移出去 那你可以想像 當你這些油脂類高的時候 吃太多的時候 吃太多的時候 溫度又高一點的時候 你的上洗手間 你會發現水上面就飄著一層油 不用笑真的就是 但是這個東西是好的 因為真的你在身體 有便秘習性的人可以去吃它 就像我們在講說你吃奇異果是一樣的效果 奇異果不是油 奇異果是另外促進你腸胃乳肉 但是鬆脂的效能是 我們剛剛所講的 那另外呢 鬆結油用於肌肉痠痛 關節痛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看 有一些所謂的 中藥材裡面的 活絡油 知道什麼 一個叫活絡油 一個叫做活絡油 反正好幾個 專門就讓你推拿的時候 你受傷 關節痛的時候 推拿的時候 它裡面一定都會有鬆結油的部分 它可以用在 膝硬酸痛 關節痛 另外 鬆結油也是拿來合成 冰片的原料 那也是鬆藥材裡面很 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是化學原料以頭的 可以拿來產生的 純化的物質 好 那 素質類呢 這我們就不用去講了 事實上大家用途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講的比較可憐就是說呢 這些植物 只要跟人有關的都會拿來用 台灣還好你沒看到真的有人在那邊割頌樹 樹皮 你到 中國大陸去 一些山區 你就跟著看到 有人 在割樹皮 什麼割呢 它很簡單在樹的地方割成一個V字形 中子就留下來 那等這個中子不留之後 它可以 上或下 再割兩刀 再讓它樹皮破 重點是你不能環狀剝皮喔 你只能割一面而已 大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範圍 就讓它留下吧 如果今天割過頭了 對不起那個樹會死掉 那那個樹 採集松子 是有它的壽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割的過程底下 它會形成 鬱傷組織 那那個地方基本上就沒有樹皮了 樹皮之後 它就不會再流出松子來 所以你今天這樣同樣的一直割一直割一直割之後 最終就怎麼樣 最終這個你可以取樹枝的地方 就全部用完 那這個時候樹大概你只能做幾個用途 不然就砍下來當柴火 然後再去種新的樹 或者是做其他的木料 但後來講取松樹 樹枝的木料都不會太好 好 那 譬如說尤松 譬如說相關的這些 都是拿來做這樣的用途的 另外我們講的五針一樹的 就台灣 五葉松 跟 所謂的華山松 就是這類型的 五針一樹的特點就是 種子很大 沒有刺 就是你們剛剛我拿給你們的 這一種 紅松 或者是尤松 或者是我們在講的 這類型的 他的松子 大量的被拿來吃 所以這也是現在 某些 特定的 地區 他們的重要的 當地的經濟作物 最多的植物以後 這個是很重要的經濟作物 台灣的話 只有台灣 古葉松 跟台灣 華山 華山中 可以拿來做 但是台灣很少人在產 第一個很分散 台灣沒有人真正中 不好意思 台灣沒有人真正中 台灣其實可以中的地方很多 但是沒有人想去中它 但是在中國大陸 在美國都有人在中 而且收益其實都還不錯 它的球果很大顆 我記得我好像當年不知道在哪裡有拿 但後來沒把它帶回來 有點可惜 老實我出門很喜歡去拔這些松子 這些球果 好 整個呢 其實來看的話 很可怕的 就是說你會去看一個球果 其實它整個 從開始 尤其是持球 從開始到完成 其實它的時間 每一個物種不太一樣 有些到真正成熟 可以在樹上待三年 所以松樹這類型的 一般來講 它的持球 至少大概都可以兩年左右 甚至久的都可以到三年 所以要去判斷它成熟其實是蠻難的 通常就是它要開始轉變成 咖啡色 用它的顏色是一個比較好做區分的標準 轉變成咖啡色 通常代表它就已經完全了 已經種子快要可以 拿來做 後續的用途 那種是它成熟的一個特徵 那這個部分就不是繼續講的 事實上差不多 差不多 在 特點的地方是上個禮拜你有看過 它受精之後形成核子 核子之後呢 開始細胞分裂 細胞分裂之後它會開始 排列組合變成什麼 變成胚 但是有確點就是說呢 這個圓胚 它下方常常會形成多胚的現象 這是在松樹裡頭很常見的情形 所以上方這個圓胚呢 慢慢的會萎縮掉 但是下方的這個胚 每個物種有不一樣 有些雖然是形成多胚 但是最後還是留下一個胚而已 有些它是持續的會發展出來 那這是跟人家不太一樣的現象 但是在 貝子植物裡頭呢 在芒果也有看到這個現象 好 那整個事實上呢 整個生活史都差不多 還是以包子體為主 然後在發育成熟之後呢 去形成 熊球花 磁球花 再進入到什麼呢 後續的繁殖過程 好 如果在野外 看到那種 種子是長 自然 這不是 球果長得是這樣的 基本上看到已經快要是一個種子的那種感覺的 這種其實是柏 對不起 這個還是什麼呢 這個還是球果 它事實上是孤陵跟什麼呢 包陵完全合生 合生到它到成熟的之前都不開裂的一個狀況 所以球果它形成的就是這種圓形 這是什麼呢 這是赤薄 台灣 在高海拔地海拔都有 很特殊很特有 那赤薄呢 你可以看到 它在成熟的 磁性的 構造呢 這個都是 它的熊球已經都 掉 等磁球快要成熟的時候 熊球都掉 問題是一樣 它常常在一個植株上面 這個磁球 果要成熟 大概也是要花兩年的時間 好 那 這個另外一種 赤薄 赤薄台灣蠻多人種的 你會看到它的球果 完全的合生 它的株靈 種靈都合在一起 就形成一個硬硬的這樣的構造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的種子在裡面 而這個種子呢 在中藥台裡頭也是很重要 就是什麼呢 它是所謂的 脖子人質的 就是側膜的種子 它基本上也是拿來吃的 但是因為它很小 所以其實一般不會拿來做食用 它還真的可以拿來做食用 但是太小了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當藥用 它的養分很高 同時它也有安神潤腸的一個效果 好 那 熊球跟磁球呢 很有趣 你在看差異的部分呢 其實 大小就差很多 熊球它基本上是黃綠色 然後呢 它 去看的話 它大致上就是六對 的什麼呢 熊蕊 就是它的花粉囊 基本上是六對 那磁球呢 對不起它接近是圓形 球形的 藍綠色 有白粉的結構 那每一個 裡面呢 豬磷跟 什麼呢 包磷它是合生在一起 完全的融合 只有在中間兩對 產生一到兩枚的配出 所以它一個 磁球鍋裡頭 它的種子的數目 其實很少 好 有些甚至只有1 所以 一開始寫1到多枚 事實上來講 大致上 的物總在1到4枚左右而已 並不多 並不多 好 所以再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是磁球的結構 它等於是 藍綠色 白粉 四對交互的 珠� 所以你去 真正解剖看的話 其實只有中間的那 兩頓 可以找到黑豬的結構 所以其實很不容易見到 好 倒數第2個分類群 這是所謂的紅豆山 就是紫山 你看 這個不形成球果了 磁性的不形成球果 所以不是 什麼樣的 若子植物都有 磁球果的構造 只有剛剛講的松伯鋼 很清楚在磁的部分 產生磁球果 紅豆山鋼 又叫做紫山鋼 裡面的通通 沒有磁球果 燕 它是條形 披針 頸 通常有很明顯的氣孔 有很明顯的氣孔 氣孔帶 對不起 氣孔帶 那胚酥呢 它其實生長在這樣的構造裡面 這個是外面的 什麼呢 珠托 往外所形成 所以外面好像一個杯子把它罩住 裡面這顆 才是真正的種子 那在未成熟的時候 它還沒有膨大的時候 它的 胚珠是 比較在外面 所以這個時候花粉比較容易到達 但是它只要受盡完成之後呢 我們在講的 珠托 它就是膨大把它包覆 但是口沒有封起來 在 紅豆山 在 三顆裡面 所以它等於是什麼呢 它是由 套背 就我們在講的 珠托呢 正後形成的 那成熟之後這個紅色這個部分 事實上去啃的話 它是肉質的 它很黏 但它蠻甜的 因為這樣子很多鳥類會去灼食它 因為它被鳥類吃了之後 順著鳥類的消化道 出來 它的種子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發芽 所以你去看呢 在歐洲 尤其在英國的 有些的 莊園底下 紅豆山的小苗是長在哪裡 長在它的那個牆 那個用石頭堆砌的牆 的縫隙裡面 那個地方就只有 真的就只有 鳥類會站上去 剛好排一下去之後 就在那個地方 發芽 好 那這裡頭呢 事實上 大致 的物種 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羅漢松 比如說你今天去我們外面體育 體育場旁邊 那一排 那個是蘭嶼羅漢松 他是屬於這個部分 三仙三 剛裡面 然後呢 另外是 三仙三 就是我們在講的 出匪 香匪 這個分類群 紅豆山 就是我們在講的紫山 這個部分 那他的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在講的那個 豬托 或者是 套背 這些結構 這些結構 他都是由大包子葉 特化而來的 就是原來應該要形成 包子葉的部分呢 他形態轉變變成 保護種子的構造 就這樣 那 羅漢松 你如果去看 他底下會形成一個 圓球狀 總大 最後變成 紫黑色 一樣 吃起來 甜甜的 上面那一顆小小的才是他種子 那個我們叫做 什麼呢 泡背 那三仙三呢 他是整個包覆起來 他是 豬托 紅豆山呢 他也是豬托 好 直接看他結構比較快 這個是出匪 我們就叫三仙三 他的種子 這是他發育的過程 發育的過程呢 他 種子在發育的時候 他的 豬托會 同大到 把整個 種子 包起來 的結構 所以你在 發育的過程之後 你去按那個 種子外面 事實上是軟軟的 那個是 豬托 那是大包子葉 所形成的 保護構造 那 這一類型的 這個三仙三呢 他裡面的成分 種子 樹皮 根 基本上 從整棵植物 他都可以找到 有類似像我們後面講的 Toxo的成分 他有很多的 化學成分在裡面 所以他也是拿一種 中藥材 甚至我們剛剛講的香菲 他的種子可以拿來 釀酒 作為酒的一種 味道的添加 好 那這是粗匪 剛剛講的是三仙三 事實上兩個是同科 同鼠的 部分 紅豆山呢 你看看得出來很清楚了吧 這是 剛開始發育的 種子 他已經 很清楚的 受精完畢 然後呢 那個大包子 我們在講的 珠托 開始往上 包覆 包覆到快神得了之後呢 事實上整顆種子 快要被包覆進去 但他跟出匪不一樣 出匪是整個 融合 變成一個 外部的 結構 但是在三間 在紅豆山裡頭 他沒有 他種子還是 前端 還是凸出來的 那 種子可榨油 但是拿來榨油 太可惜了 一般現在台灣 像個紅豆山的種子 都可以賣很好的價格 因為原藝商收很多 拿來做培苗的動作 樹皮 枝葉 根皮 可提取 紫三醇 這才是重點 所以呢 中國大陸現在大量的種植 採葉子 他不要一次的把它給砍了 殺了 他用葉子去 萃紫三醇 跟紫三醇的前驅物 拿來 拿來賣給美國 美國再去把它變成Taxo 再賣回到全世界 所以其實所有的錢 大家有沒有開玩笑都對美國人賺走 同樣的呢 紫三醇也有治療糖尿病的效果 很有趣 它不是只有單一效果 所以紅豆山呢 他的發育的過程 到成熟變這樣 種子在哪裡 裡面那一顆才是種子 外面這個是他的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豬托 長大 整個膨大 好 那這個成熟的 你如果不小心去碰到 你會發現 壓迫之後 你會發現它很黏 它的汁液非常的黏 你可以試試看它的味道 它很甜 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鳥會去酌食它 那這是南方紅豆山 好 那羅漢松 為什麼叫羅漢松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是種子 下面是它的什麼呢 泡背 其實就是豬托 就是大包子葉 它到快繩索的時候會膨大 變成黑褐色 就好像一個羅漢 坐在一個 頭 上面是羅漢的頭 下面是一個羅漢身體 然後 黏在 底下的枝條上面 所以越來越這樣子把它叫做羅漢松 就是中文的命名是這樣來的 那 這個是 這顆 是小葉羅漢松 這顆在哪裡 這顆有機會自己去看 在敲偷的 敲偷堂廠 在那個 敲偷堂廠的那個什麼 唐葉博物館的 後面那個工廠的前面那裡 這顆很大顆 這顆我們 長得蠻漂亮 我很想把它搬走 開玩笑的啦 但是這顆我說真的 如果你去顧價的話 這顆至少破百萬 這樣的一個塑形 然後 它的一個直徑大小 當然不可能啦 那個地方被管那麼嚴 怎麼可能把它搬走 羅漢松是台灣 前一段時間在賺外匯 很重要的一個原意 塑走 送到哪裡去 對岸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羅漢松 台灣這個蘭蘭蘭蘭 在 在蘭宇 其實他是 瀕鳴絕滅物種 他剩下的幾棵大樹 在哪邊呢 蘭宇有去過嗎 有些人有去過 蘭宇知道那個 饅頭延的地方嗎 不知道 饅頭延基本上你問當地人 當地人絕對不會帶你去 這是他們的墳場 蘭宇基本上來講他們 老人家死亡之後會送到這個 饅頭延這個地方 那 唯一我現在所知道他的大樹 就只剩下在那個饅頭延的上面 小苗 下面小苗很多 但是我 在蘭宇包括那個中央的天使 因為我都上去找過 有小苗 有小樹 但是沒有一棵 那種大的 全部都到哪裡去了 全部是 當年苗桑 全部都帶到台灣來 所以你在蘭宇反而不太容易 粘到這個東西 它是很好的 園藝造景材料 它的樹非常的直 你如果種得好非常的直 非常的耐修剪 我們家門口種了一棵十年了 直徑也才不到十公分 但是我每年這樣修它都不會死掉 我都是大修 只會大修是把葉子整個都差不多快沒了 它隔了一個繼續長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耐修剪 可以做很多很多造型的一個植物 只可惜我們家那個是骨的 好 那最後這個分類群是所謂的買麻藤 買麻藤台灣沒有 所以你不用去看 買麻藤呢 也是在整個 螺子植物裡頭最討厭最麻煩 例外 什麼例外 木植木植部裡頭有真正的導管的結構 螺子植物其實是沒有 但是只有在買麻藤之例外 所以 常常在高中課本裡頭不要講太快的一個原因 買麻藤有導管 好 同樣的 他的花 單性 他的 結構 很像於貝子植物的花貝 所以他叫做假花貝 我們叫做蓋貝 所以 買麻藤 很麻煩你在野外有時候不太容易 原因是他有些特徵 其實是 已經偏向於 後面的 貝子植物 種子也被包在由 甲花貝 發育的甲種皮 所以他跟你講都叫甲的 甲花貝的甲種皮 很麻煩吧 然後呢 除了麻黃類 他都沒有 緊軟氣象的結構 這我不仔細解釋 他這裡頭分為麻黃 買麻藤 跟百歲藍刻 這個東西真的很可愛 這個東西 百歲藍 台灣我竟然在 哪裡呢 在 建國花市有看到過一次 不知道怎麼進來 這在非洲沒剩幾顆了 要先跟你講 好 這個是草麻黃 很可愛喔 那是他的 種子的部分 那個種子基本 都被包起來 所以為什麼會被騙呢 原因在這裡 根本就像 被子植物很像 好 那草麻黃呢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中藥財 因為我們在講的 正渴就是他 他 基本上來講 宣費貧傳啊 發汗散寒啊 粒水消腫啊 這些我們都不去講 好 可愛吧 是他種子的部分 成熟的 被包在裡面 看起來就像一顆果實 可以吃啊 也是可以吃啊 也很甜啊 可是我不知道吃完之後 會不會回來被檢查出來 含非他命而已 好 那這個是木賊葉麻黃 他事實上功效都一樣 就是我們在講的中藥菜裡頭的麻黃 都可以拿來做 好 買麻藤呢 這是少數在裸子植物裡面 屬於藤本的植物 而且呢 他在香港 就是台灣對岸 沒多遠 稍微南方也舊有 一路到 中南半島 到印尼 到馬來西亞 通通有 那這是百歲藍 百歲藍呢 這個是 沙漠植物 而且 很有趣的一點 他其實這一輩子 就只量兩片葉子 你跟我講這邊很多葉子對不對 對不起那是兩片葉子 那葉子長出來之後會裂開 他會一直長 所以他的生長點是在尾端 他一直長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有 很特殊的植物 叫 Wilowitcher Wilowitcher 這我們實驗室有DNA 那DNA來源是因為我這時候我老闆 美國老闆想要做 所以他有朋友給他的一些 Wilowitcher的DNA 就一直保留到我實驗室 保留到現在 好 那 你看到呢 對不起在他的 繁殖的時候 所產生的構造 所以呢 很多人會被騙了 看起來就好像是什麼 開花一樣 不是花 好 那因為後面那兩個事實上很不容易看到 也剩下 沒多少 尤其是那個百歲啦 那個其實全世界沒剩下多少顆 野生的啦 很像野生的 好那 植物的用途呢 其實很多啦 要怎麼去講 木材用 化工材料用 藥用 通通都有 譬如說紫三純就一個很有名的東西 那我們不用去講了 好 到這裏不用讀 那有沒有問題